在网路上流传了一段影片 是两个男子疑似原本是好朋友 但却在麻将会馆里头大打出手 桃园警方追查发现 业者不但没有报案 事后也拒绝提供相关的影响 麻将打到一半便打人 旁边的人赶快劝架 一路从牌桌小包箱打到外面走道 旁边竟然有人还在笑 网路上打架惊悚骗 警方追查到案发地 但店家一问三不知 拒绝配合 过去类似麻将会馆就被查过 挂羊头卖狗肉成了剧毒场合 也曾经有人嫌麻将牌桌上的人太吵 约到外面直接动手 打牌最建议赢钱又赢话 那应该是吐槽 麻将会馆里通常业者收的是服务费 自摸抽成一百 一将打下来至少进账四百元 加上开桌一桌三千 赚的是合法的场地费 但偏偏就有人不守规矩 很容易谈到钱就出事 台面上合法 但是你私下总是要有个开放一条路 来让人家有换取现金的这个窗口 和钱扯上关系 单纯的麻将游戏不再单纯 赌博行为隐藏在合法的麻将馆背后 警察更是难防又难抓 重点巡逻 一再领解 打压不法业者 气焰嚣张 记者刘死周松林 林柱强 台北桃园 综合报道